specific topic AM-1 News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九龍西的補選 因為是最熱門的話題 陳凱恩勝利當選 李卓人暗言敗陣 馮檢基還有少少少勇勇去恭賀對手 這個畫面可以說 令人看得相當可堪回味 老實說 這次有一個magic number 大家可以參考一看 总投票额量跟上次郑永迅对姚重严差不多 都是二十万票左右 分别只是在于今次是三个人选上次是两个 其实看得到今次纵然泛民主派 很多大哥大姐重量级人马出来帮李卓人助选都好 他们仍然不能够摆脱上次只有十万票 这个低投票量的魔咒 更加遑论他以往曾经在这个区里取到十五万票 在这情况下其实有些人就说 会不会是朝土的年轻人不肯出来呢 有些人又说其实李卓人在一些公屋选区不受欢迎 甚至乎我也听到有些意见就说李卓人不够中产 他太工人未聋 我觉得每一个都可以是理由 所以你要去说李卓人为何不当选呢 其实今天如果你要找理由的话 其实是可以有很多的 但这个究竟是否重要呢 我觉得反而最重要的就是说 其实今次是可以见到泛民的选民 对于这一种统合甚至协调的做法 基本上就不是那麽受乐而已 而且根本上亦都没有那些鼓动的效应 这样可能就会令到泛民的政党 在往后的合作上面就更加难了 虽然今天我见到他们就齐齐握住手 一起谷公道歉 但你说这一个是否他们以后 肯一起合作的一个契机呢 我估计只要过三五个月之后 他们再回去看一看那些投票数字 然后再研究下李卓人的败选原因 就会归纳到一些因素出来 就是说原来有很多人 就算是他们泛民支持者都好 如果那个人不合他们心意的话 就不会投他们 这样我觉得泛民主派 很快就会走回以前的老路了 究竟什麽是老路呢 他们的老路就是 大家都我想其实都不难估的 就是过去其实由于多以值单票制 每一个政党只要排到头位 拿到百分之十几至二十的选票 就可以在一个大选区里面拿到一值了 在这情况下我相信没什麽谁都想做 一些的政团里面的选举的时候的第二或者第三位 相对来说不如自己出来动之旗排第一更好 而今次李卓人这个选举的结果呢 我认为是更加强化了这一种的想法的 所以终于我今天见到泛民主派 大家哭桑的面口呢 在那里说对不起 不过我认为在香港的政治这个框架底下呢 如果继续是这个选举模式呢 其实泛民主派根本上呢 是未有一个变的本钱的 今天跟大家聊到这里 下次再聊一会